桃園自貿港區工廠的一夜暴增 63例的確診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現在累計的69人確診 包含的是醫師陸陸續續 都有一些點評了 包含要告訴大家說 這一次的移工 這個是醫師 林士斃還有講到說了 這一次的移工群聚 造成的狀況 其實是比過去都還要來更嚴重 因為他講到說 我們曾經有處理過 包含苗栗移工的經驗 那時候因為移工 是比較沒有一些 社區的足跡 所以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好像以前 跟這一次有很大的影響 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是快速的 處理下來的 但是這一次跟以前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病毒已經在工廠裡面 傳了9天的時間了 所以現在經過了一個假日 移工很有可能 出來放假 出來走一走 你搞不好北台灣 都已經有足跡了 到底能不能夠來 成功的控制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講說 這次考驗非常的大 希望還沒有打疫苗的民眾 趕快去打疫苗 還有疫苗對老人保護力的差異 是非常明顯的 行行吧 這不是小感冒 他這邊還舉例了說 英國這四週一個月 318萬人確診 4000多人死亡 這個總致死率 0.15% 你不要覺得說 這只是個小感冒 不要覺得說聽人家講說 現在接下來流感化 所以沒有關係 不是沒有關係 還是有可能會要人命的 所以大家的防疫工作 還是要做好 沒打疫苗的 不斷的是呼籲大家 要趕快來打疫苗 那麼在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的部分 他也來PO文講了 他說在目前 北市防疫跟中央 是站在同一個陣線的 他說自己昨天晚上來 接到了陳師兄部長的電話 說是不是能夠來借 劍壇收住桃園輕震的去診者 他說他跟市長商量了一下 同意來收住56位 希望可以一起來渡過難關 這件事情大家要共同 一起來熬過去了 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是中山一大附設 醫院兒童急診的醫師主任 這個謝忠雪他就說了 台灣現在只剩下兩條路可以走 哪兩條路 一個就是清零政策 1月23學測結束之後 通通直接升級三級警戒 這個部分是他的建議 目前還沒有朝這個方向來說明 而另外還說過年 應該要禁止人流的移動 因為過年的時候大家返鄉 大家聚餐幹嘛的 很有可能 這個就很難防堵住了 好 這是一個往清零的方向走 當然我們知道 疫情他會被控制住 但是會怎麼樣 為什麼現在迟迟不敢 直接來升級 就是因為 恆霸直接升級升下去之後 很大的問題就是 業內產業 各種的產業都會受到重創 很多店家根本經不起再次的打擊 因為去年已經來過一次了 如果今年再來一次不得了了 很多的生意已經熬不過去的 真的要撐不下去的 好 當然也有第二條路來選 如果是第二條路就是什麼 漸進式的跟病毒來共存 維持二級警戒 小幅度的來加強限制社交活動 這個聽起來 當然是比較容易做大一點 產業也是比較容易有生機 可是這個部分你要怎麼樣 這感覺很像是病死跟餓死 你要選一個 所以他在這邊才會講說 這個已經不單單 只是科學的問題 而是路線的選擇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選如果說 大家疫情要把它控制住 接下來會影響到的 剛剛講到的就是產業類別了 如果選擇你要救產業 很可能整個的疫情 就會有明顯很大的失控了 當然現在國內的本土疫情 持續擴大當中 大家都沒想到 現在整個的Omicron的傳播速度 真的是太快 太快了 而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部分 他就擔心了過年期間 如果停打疫苗 再加上這整個的醫療量 能下降下來 恐怕就會重演印度 還有英國的慘況 而且可能會在年節之後 疫情再次的大爆發 本土疫情持續擴散 台北市長柯文哲坦承 Omicron傳播速度 快到疫調速度都追不上 Omicron傳播的速度 用現有的疫調能力 應該牽不住 應該會繼續擴散 我現在我比較擔心的還是過年 我是很擔心到那四天 過年期間篩檢了量能 醫療量能 疫苗又停打四天 到底會不會擴散 想在想這問題 台北市顧及人口打滿兩劑超過八成 但就怕悶燒還有返鄉人潮大爆發 可疲以印度與英國為例直言 春節過後疫情恐怕是擋不住 心裡也在想 就算是散開 它也不太容易散很快 了不起悶燒 過年期間整個醫療量能下降 然後再加上返鄉人潮 像印度也是節慶以後大爆發 英國是歐洲足球盃以後 中國大陸去年已經下令不准返鄉 今年我看大陸也是一樣很頭痛 集權國家都很難決定 更何況這種是民主國家 除了去年五月 北市疫情暴風演的萬華地區 民眾抽血抗體達到97% 有群體免疫可能之外 北市其他地區年後恐怕只能搓來蛋 剪輯江澤民 台北採訪報導 國內的本土疫情確實讓人非常的擔憂 所以台中市長盧秀燕 在昨天晚上直接前往了KTV稽查防疫 他說這波的疫情真的是來勢生 而且適逢即將要過年了 各個場域的業者如果沒有落實防疫 市府是會一定來採除的 並抽查 剛好抽到你們這間 打擾你們唱歌 不好意思 不過也謝謝你們幫我們做很好的示範 我都有戴上口罩 感謝 雖然戴口罩不方便 總體不能來採藥 好吧 所以感謝你們的配合也做很好的示範 因為這兩天這個疫情順其萬變 而且升高 那麼也因此呢 我們必須更加落實這個防疫規定 那也因此呢 我們台中市所有相關的場域 以及市民生活的情形 我們要加強防疫的宣導 落實以及稽查的工作 他所有的客戶必須進行實聯制 那第二個呢 他在這個歡唱的過程當中 必須戴上口罩唱歌 那很多人呢 習慣就會把口罩拿下來 來唱歌 但是不行 現在在防疫期間 那我們的KTV召開 但是呢 要戴上口罩 所以這段時間雖然準備要過年 但是台中市政府 我們各個局處總動員 在不同的場域裡面進行勸導 那要求大家來落實 那進行稽查的工作 那雖然這段時間 那這些工作可能會導致 市民有一點點生活上的不方便 但是至少我們要維持現況 那這個確保大家能夠平安過年 那如果沒有辦法遵守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進行相關的採處 那我們今天抽查的這家這個KTV呢 第一個 我們剛才抽了幾千 那非常感謝他們的客人 有進行實聯制 也有戴口罩唱歌 那另外他們的工作人員都有打滿兩劑 而且有滿14天 那目前看起來有落實防疫的規定 那我們也希望 那大家都能夠遵守不同的場域 不同的遵守 至少要守住目前的局面 還有過程可登 問題 問題 好 好 感谢观看